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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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之前我們還有西山菜和白菜 這邊就是薯仔 你看它應該都可以收成 我想 今季我們這麼小的地方 大概還有15樣東西 這個小農莊 是香港大學學生宿舍的平台 由一班宿生負責打理 發起人Suki 將自己的種植經驗帶來這裡 主要是 一開始在學校 我們都有一個天台農莊 那裡會慢慢學多些種植物的技巧 還有我越來越喜歡種植物 享受過程 之後我就很想在一個 真的在宿舍裡面實行 得到學校的支持 將原本給宿生休憩的這個地方騰空 種菜之餘 還可以實踐環保 其實整個發展 比我想像中理想很多 因為當初我很擔心 堆肥和收集廚魚 那些同學會覺得很適合 那些同學會覺得很適合 但後來 原來很多同學都很有興趣 我們其實 發明加上Composting 總共都有過150個同學幫忙 學會了 原來 例如廚魚 它們其實不是真的垃圾 它們都可以變回 一些有用的資源 我現在就準備收成這些椰菜花 生菜、香茅、白菜 這些食物收成之後 會放在平台那裡 給一些宿生放學經過 拿來煮 希望它們會繼續支持 用廚魚來種植 特別我喜歡吃生菜和白菜 都會拿些菜回來煮 更加想收集多些廚魚 因為廚魚 就可以貢獻我 去我們那個田裡 更加種多些菜出來 那我下次又可以 拿多些菜回來吃 雖然我們那個平台其實很小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要搭出第一步去試 那你就會看到 有些成果 的了